夜魔天驾 慢着 刚出来 你就这么忙吗 我和江万贯不共戴天 少宗主还是不要缠祸为师 我是说 你要是忙着找死 那就成全你好了 就这么点怒气质 他实力应该没恢复 臣的病要的命 第一是破之欲 第二是陆之欲 北儿 你的对手是我 让开 让我死 随我进入夜魔天领域 试杀江北 世卫大人 我用耳朵伤了 在山哪 北儿 希望你不是空有天赋 你母亲 可是已杀正道的杀手 有名老二 见到本少宗主 就是这样礼貌的吗 你可是在我万魔宗中 亲生一代魔主血脉 想要成为那唯一的少宗主 需要去真正的夜魔天秘境中磨炼 只有少数活下来的 我才有资格竞争少宗主之位 拂朽之道 不 是修罗魔道 今日 小爷就先破了你这鬼东西 口出狂言 上 你和另一个明灵侍卫 是什么关系 我是明 他是灵 从内门人 但凡带下双包婴儿 都会进入明灵侍卫选拔 优胜劣汰 共修秘法 等等 你是说 那个被我家杜老一巴掌拍死的 是你弟弟 反魔宗下通明土 死后 真灵自会去那夜魔天理 唉 修不成真魔 认识无情也有情 怒气直不会骗人 各有立场 废话少说 上 杀 反魔宗 永远只有一百零八对命运士法 不则生 粉则死 呦 编制还挺固定的 看来你就算回去 也要失业了呀 必须要想个办法 一次性 将这些幽灵灵体 瞬间湮灭干净才是 可恶 还差一点 没有外面那俩老怪 我总算是可以出来偷偷疯了 你也是魂蝎 尝尝我的心品 魂蝎 不好 我不想爆炸啊 吗 你也是魂蝎 你也是魂蝎 你也没自爆 一样 有魂蝎 你也没自爆 不论你是否恢复当年实力 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你说什么 实在难以想象 在这种灵气贫瘠之地 将各主提升都如此迅猛 竟已到了辟海境后期 什么 他这么快 就打破了一层夜谋天领域 栩栩伟誉 江万贯 你以为你赢定了吗 你是不是觉得这里的恶灵 是我用秘法居灵炼制的 不是 当然不是 我呀 在地下发现了一扇真正的地狱之门 就在昨天 我把它打开了 佑明 你 你说的可是真的 就算是魔祖亲至 也难以制造这等数量的恶灵吧 若真是如此 终于在此之上 牵起第二个万魔祖 都是因为你 冥界的大门才会打开 看着吧 不出三日 无穷尽的恶灵 就会遍布整个烽火 届时 名门正派的先修 你 又能救得了几人呢 我连婉儿都救不了 又何谈拯救世人 有时候 也不重 我连婉儿都救了 我可忍 没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